民眾拿起掃把不斷把水往家門外掃 新北三重重新路整排店架一樓幾乎都泡水 有人直接拉下鐵門 也有騎士決定先停在路邊 公車同樣開在重新路上 乘客拍下路面變成小河 駕駛緩緩移動 路邊的三角錐東倒西歪浮在水面 大雨淹水淹過腳踝 警方站到路口指揮交通 針對淹水地方先拉起封鎖線 午後一場大雷雨 雙北地區多路段傳出淹水災情 北市中山區水淹了近半個輪胎高 多臺機車拋錨 其實只好下車用牽的 還有人因此累殘 被大雨困在馬路中 雨是萌冠黃色的泥水淹沒了路面 雙北消防車都出動 北市最大施雨量出現在漸南路站 達到一百一十一點五毫米 另外中山士林也逼近一百毫米之多 午後劇烈對流發威 氣象局針對十三個縣市都發布大雨特報 氣象局針對臺北連環發出豪雨特報 和國家警報 松山機場一度暫停起降 包括長榮航空等不少航班 都被迫轉降到其他機場 大雷聲伴隨著大雨水來得快排得慢 突如其來的大雷雨讓民眾措手不及 而雙北市府也緊急開設強化三級應變中心 要嚴防好雨帶來的災情 三天新聞過年松全體入市的暴動